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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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塔爾尼特 這次要來攻略的是 鬼滅戰士4 第三關的100% 收集要素 那現在這些 這種 關卡都 都是越來越大 所以我 有一些東西我就決定 長話短說了 那上次來這邊 現在 現在是在這個地方 好 直接超矩 那個劇情線 劇情是叫我們要破壞 四個血角之潮 這是一開始的區塊 那因為沒有地圖 所以都是按著的 還有 加上目前的挑戰 也可以一路上破過來的 所以我想這一關 我還是可以順便把挑戰 也都直接講出來 像第一個這個 一桶三絲 用一個 爆炸桶 炸三個惡靈 那個等一下就可以解了 那第二個這個 對惡靈士兵使出 空中的必殺技 這個也是 一路上會有很多的惡靈士兵 所以 有的是機會 那第三個這個 收藏品 也一樣 這個是收集要素之一 所以這個也是 一定會自然就解出來的東西 那現在第一個 如果要順路走的話 我們會選擇 直接先朝這個 比較近的第一個 斜角之潮這邊破 我們就先朝這邊走 等一下再跟你們講 後面的三個點的位置 所以地圖基本上是不需要 因為 玩過的話就直接給大家講 要通往的路線 好 我們出來之後 右邊 有人看到 雲大洲做出 這些都是很遲鈍的傢伙 所以先不用 直接過來就 好 會看到這邊有四個遊走 把他們都 把惡靈都高級到這邊了 差不多了就可以直接贏了 好 有沒有 第一個挑戰馬上就完成了 一桶三隻 好 先稍等我一下 我這邊音效要稍微調低一點 好 這邊的惡靈跟 反正就有一些小怪處理掉之後 我們回來 因為我們 因為我剛剛說的 先朝第一個血朝這邊破 所以 我們就進到這個房間 會馬上看到一個升級武器的 那第二個 第三個升級武器 我建議 如果是 惡夢模式的話 我會建議先用戰術狙擊槍 因為這個還蠻好子彈的 那個惡夢模式真的有時候要 省子彈會為優啊 回家 所以 建議用 戰術狙擊槍 因為這是技巧類的部分 所以 就要看大家如何運用這個去 針對那些怪去爆頭這樣 然後 拿完升級武器後 這邊有一個資料 好 拿完之後 我們會看到上面有一個 重型裝甲 那個等一下也可以直接拿到 好 進行下一個房間 會碰到幾隻 輕鬆的怪直接 好 我們 這樣一路走過來 來 我把我聲音再調低一點好了 我怕我聲音會被蓋過去 好 殺完之後 往左邊一看 這邊馬上 這邊有一個機器 這是打不開的 好 不是裡面的 偵測不到 那個 手印 這邊可以取得到箭子喔 工作人員很淒慘的被這隻大隻的 帶走了 這隻大隻的是我們等一下會遇到的 這隻大隻的怪 基本上這還是屬於小樓樓的一種而已 看起來比較壯而已 有練過的 好 我們跟著這個線索走到這邊來的時候 看到一個斷掉的橋 這個可以不用刻意的跳過去啦 我們就直接就 跳下來 好 我們看一下地圖 我們剛剛是從 這個階台這樣子直接跳下來的 然後就到下面下面的部分 我們很明顯就看到這邊會有一個 升級 代幣 這裡 然後背面這個地方是去不了的 這個打不開了所以不用理他 我們把這個代幣拿起來 然後往回走 接下來就要想辦法跳回去跳上去跳到那邊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定要跳過去的 就沿著這個綠色的燈光這樣跳上去 好 跳到這邊的時候呢 我往右邊看 右邊的上面這邊 有一個比較 一個還蠻明顯的一個小洞 跳進來 這樣這個第一個秘密就出現了 其實也不怎麼秘密吧 我覺得這個小洞還蠻明顯的 好 取得了這一個重 重裝甲後 就可以跳出來了 好直接取得這個 可憐的工作人員 因為要把你的手拆下來 好 回頭一看會出現一隻幼靈 直接把他炸掉 這邊 就要想辦法 看你的抓準度 就這樣就直接就跳過來了 回去把這隻手放回去 奇怪 都已經 屍體都被虐成這樣了 那個指紋還可以判定喔 好我們把這個 這地方的火 那個地方 損毀的地方就取消了嘛 我們就進來 先把這邊的戰鬥的場景把它處理掉 這個戰鬥 這個突擊步槍的狙擊鏡 好用的地方是他對頭部 他可以對他的那個武器升級那邊 先對他的那個 頭部傷害做升級這樣 準的話就 對 對大家來說都蠻有用的 那這個地方處理完之後 就可以直接 回去了 這邊沒有任何秘密了 好 這樣我們就又回到了這裡了 所以基本上第一個 血槽處理完之後 這邊的區塊完全 就沒用了 就不用再回去 回去了 接下來 會看到這個離比較近的這個 可是這邊會有藍門 我們還沒有拿到藍色的鑰匙卡 所以 這個可以先掠過 我們先從這邊 繞 繞過去 我們先針對這一個血槽來打 那這一關 一路上會過去的話 就 連帶直接把其他秘密都收到 所以就 直接朝著劇情線 繞了這邊會碰到一些 幼靈 別忘了還有一些 他指定挑戰的這個 惡靈士兵 惡靈士兵是長這個樣子 要對他從上面 進行必殺技 所以個人覺得這個挑戰是非常無聊的設定 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失去遊玩的樂趣 因為你會被這些挑戰給限制 好 這邊打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地圖 我剛剛已經完成了第二個了 那第三個更不用說了 第三個等一下我們自然就會弄到 所以 就不管他 我們看這邊的地圖 會看到一個模型 擺在這裡 他是在這個階梯的下面 也就是 我們如果眼睛利一點的話 朝這邊看 好 好 魔形就擺在這裡 要怎麼過去呢 在這邊 上來 然後從這邊 可以看到有一個浮起來的鐵塊 這樣可以下來了 好 取得 的模型 還有秘密 好 接下來往這邊看 有一個 黃色的鑰匙卡 黃色的 這是在等一下的地方 可以順路的過去 好 直接撿 撿完黃色的鑰匙卡之後 會出現一些怪 那隻大隻怪等一下就要出現了 好出來了 就在這裡 好 我們打完之後面向這邊 取得完黃色鑰匙卡之後 我們沿著走 朝著這個長 長行的 窄橋走 往左這邊 我們就可以往這邊走 好 一樣 這邊會碰到一些 麻煩的隊 如果在這邊你們 如果在這邊有玩家還不熟悉戰技的話 噩夢模式會非常吃力 所以不建議直接進來就打 可以稍微利用這個 突擊步槍的 狙擊鏡 稍微拉遠一點打會比較好 好 我們剛剛過完 剛剛從橋這邊過來 然後可以先往右邊這裡 把這隻大隻的停掉 好 我們再回來 看一下地圖 我剛剛 往左邊這邊看 有瞄到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 雅金電池 這就是上次 可以升級你這 那三樣非常重要的速度上 這邊就隨意吧 看大家要怎麼升就怎麼升 好 我們拿完之後呢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小秘密 來到這裡 然後看一下地圖 我們會發現 怎麼感覺這一道牆背面好像 還有一個通道 好像不知道是通到哪裡去的 好 這個地方 可是看起來好像 感覺好像不像是一個門 好 其實就是 其實就在這邊 機關就在這邊 好 我們來到這個窄橋這裡 看看四周 好 在這個橋這裡 有一個小區塊 跳上來 發現 這個機關 該不會又是 倒樣子吧 我發現他 這每個關卡 好像都固定會放 這一種 所以我覺得 這應該已經不算是 不算是彩蛋了 那是故意放的 好 這樣我們再回去 欸 發現這個 這個居然打開了 又是一個像素的吧 好 這樣就可以進來探索 還有秘密就 順便就發現 這個秘密是屬於這 第三個 又是一個 熟悉的場 攻 然後進到這個區塊的時候啊 他的 BGM還會 還會隨著這邊的區塊而改 播放給大家聽吧 他可以進去 看來 每個都會 都可以在那裡 都可以進去 這些人 在這裏 看來 看來 每個都可以進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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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來到這個門之後有看到一個藍色鑰匙的屍體 把它拿起來 這樣就可以順著路直接跳過來進入這個藍色鑰匙門的區塊了 這樣的話就可以解 這樣就來順便解第三個血潮的劇情線 好 這邊第三個血潮處理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離開這個區塊了 他這邊的區塊也沒有任何秘密跟 這裡有一個回血的啦 那是可以斟酌使用 所以我們從這邊出來 從我們剛剛這個起點這邊過來的地方 不過我先看一下 他這邊出現一隻怪 鬥掉了 這後來才出現啦 好 我看一下喔 OK 接下來我們要來 下去最後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是我們可以從 慢慢的一層一層下去 來到這邊 然後下來 來 這裡有一個門 等一下要進去 我先拿一下這個裝甲 好 進來之後 這地方有點狹窄 要是 外界 好 進來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資料 好 進來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資料 有一個秘密 這邊的秘密 比較難找 我們玩家應該會漏掉這個秘密 往左邊看有一個窗戶 跳上來 好 把怪處理掉 跳上來之後 靠右邊這裡走 然後再往右邊這裡走 然後再往右邊這裡走 好 然後下來 恩 還挺囉嗦的 好 這邊 對準右邊這裡 看上面 上面這裡有一個地方可以跳進去 這邊其實我這邊 收了超久才看到 很不容易發現 因為一般來講 門人看的時候都平平看 跳上來之後沿著這邊的道路走 這樣秘密就發現了 欸 想說奇怪 這邊沒有任何東西啊 為什麼 那怎麼算是一個秘密 其實這邊有一把武器 這是可以提前拿到的 火箭筒 好 不然火箭筒本來是在 好像還蠻後面的關卡 如果我們先拿到火箭筒的話 對於那個大隻的怪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樣我們就可以出來了 好 我們沿著這邊走 好 到了這邊我們就可以直接跳下去 處理掉最後一個 血潮 好 這邊我可以 然後我們就可以出來了 恩 好 這邊的血潮完成之後 就可以進行到下一個主線了 到目前為止 就是所有秘密都取得 剩最後一個升級代幣 那個是在下一個階段的主線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直接朝主線走 好 那邊有一個後裝甲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跳過去 那其實 現在是一般模式不需要 所以 有沒有看到 那邊有一個後裝甲 那個是 那個不算是一個秘密啦 不過那個可以加減啦 我們現在先想辦法上去 所以在這邊 剛剛是這樣跳過來 然後跑到這邊來 這樣就可以直接 衝往上面的地方 剛剛這紅色的門是要透過打完四個血潮 這個才會打開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訂 好 這邊仍然沒有任何東西 這邊是純屬戰鬥的區塊 戰鬥的區域 好 我們快速把它完成 好 這一隻大隻的 因為我們剛剛有取得 火箭筒 我們可以利用這一隻 我們可以利用火箭筒來打 會比較方便一點 會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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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個在 這在惡夢模式是非常麻煩的地方 好 補齊裝甲 跟 血量 主線在上面 我們就直接往上走 好 我們繼續走 我們繼續走 這邊很自然的就看到一個升級帶 升級帶幣 所以這一關 第三關 複雜的地方在前半段 後半段這邊就純屬 戰鬥的部分而已 所以這樣子全部的收集要素就拿到了 我再重新解析一次 他一開始主要的起點在這裡 所以我們只要 照著 照著 剛剛的那個劇情線一路這樣破過來 基本上 什麼東西都拿到了 那我們就直接到中 看劇情 因為 這幾隻幼魔粗心酸的啊 呵呵 這樣我們就可以完成第三關了 這就是第三關的所有要素 如果各位玩家覺得 覺得這些影片對你來說有用的話 就來按個訂閱追隨吧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